字幕提供 Hello Anson 我聽說移民也好 回流回到加拿大也好 8歲之前這小朋友就要過來 為甚麼呢 你有沒有聽過叫做BCTESG1200元 甚麼 所有在BC省讀書的6至8歲的小朋友 都可以申請 它是打入RESP將來用的 只要你的小朋友有SIN 上網下載一張簽證 填妥之後交給你的RESP服務提供者 它就會幫你傳入1200元 到它的RESP戶口將來用 好著數 現在是為小朋友有儲力的錢 將來讀書用 你好 我是Anson 加拿大的保險理財經紀 我做到銀行做不到的事 銀行做到的我也做到 送機之人找托爺 當然了 托爺送機 托爺送機真的好 謝謝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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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我真是奇人奇事 乘飛機也很少些 給你們看看 水一支很特別 我去給大家看看 這邊是一支水 是冰來的 是一支冰 是一支冰 不知道去到大阪 10多次的冰 可以入味嗎 我以為是水是冰 但麵也是冰 這是道具來的 日本餐廳門口 白兵 一口 怎樣吃 謝謝 剛剛下飛機 到大阪了 你知香港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 上網 所以下飛機 我馬上安排E-SIM 我先安排 我先安排 先安排 最重要是第一時間 要安排 本身 我自己叫TIME 現在的電話 有時收了兩次 不一定的慘 我一定要安排 再安排 再安排 超快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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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開 發熱又打開 快得爆 這台車都抗上去 好了 終於到大阪了 坐了10個小時 飛機 精神點 精神點 Jet沒問題 撐得住 剛才飛機 看到一套電影 叫做The Quiet Place 真是說外星怪獸 誰出聲又對著誰 為什麼沒有字幕 沒有中文字幕 看英文字幕也好 想想想 沒關係 照看 原來這部電影叫The Quiet Place 整部電影都不用說話 不需要字幕 我明白了 阿周第一樣見到的是口罩 第二樣見到的是檢疫 剛剛到了新大阪車站 今次我住在新大阪 上網搜尋我的酒店 看看哪個位置 你知這麼多的出口 搞定 有多方便 剛剛立即第一餐 我們住在新大阪 現在溫哥華時間是凌晨四五點 這裡當然是晚上七八點 還有很精神的阿叔 我們找了一間專門吃魚 帶大家看看 阿叔我特別喜歡這些地道食堂 價位便宜之餘還很划算 還很地道 我看到有些人吃過豆腐魚湯很棒 我看到這個是魚盛 980日圓而已 你看 謝謝 謝謝 還好未完 小孩也在窗外圖拿給我 很帥 980日圓差為加幣 10元也不用 寬角也不可以 其實今天大家吃壽司吃得多 吃魚生吃得多 未吃過銀魚仔生吃 可以嗎 可以吃嗎 白飯煎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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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未煮熟 可以吃飯 這個應該是下馬切 900多日圓 不能輸 太累了吧 剛才我問他店員 這塊又不像又不像 又不像是甚麼呢 他說哥斯拉 給圖畫看 鯨魚肉 有點像生牛肉 這個叫魚屋丹 480日圓 去哪裡找 這個魚屋丹 吃完之後 再加一些醬汁 拌一拌 再加湯 吃完這樣吃 這個人先試一試 拌一拌 我先試一下這個飯 魚丹 吃完後 再加一些醬汁 然後再加湯 拌一拌 裡面除了有魚生 還有魚生 這個飯是很脆的 先試一試 這個飯是軟的嗎 但拌一拌 雞蛋也很燙 嗯 加上芥末加上吃 好吃 嗯 幾眼份都準備好了 好吃 好味 這個油甘魚膠 平時在溫哥華吃 起碼要20多元 這裡只是480日圓 好味 這個油甘魚膠 它的質感好像更新鮮 比溫哥華那些 可能溫哥華那些 冷了很久才吃 好吃 嗯 還便宜 480日圓 480日圓 去找 對了 店員剛剛給了一碗湯 然後就自己淋在魚屋丹 在湯裡 先試試試看 湯裡還有類似海草的物體 還是 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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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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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嘩 嘩 嘩 鯛之骨蒸 是鯛鱼吗?鱛鱼鱼头的汤 这是鱛鱼汤和豆腐 鲜到 还有豆腐和鱼头和萝卜丝 还有纸菜 很棒 豆腐滑到爆炸 不用说 它的汤也是鲜到 其实真的按耐不住得太棒 刚刚看到这个价是什么? 鹽烧?不知是什么 但觉得粗不至 应该是棒的 要等20分钟 不要紧 有点是精神和精力 喜欢喝酒的朋友来说 以上这些酒店应该是很熟悉的 价钱还挺划算 这些酒店应该是很熟悉的 如果不是 醉着回酒店 看来粗身子 当然很棒 现在来到 我们之前提供了一碟 我们之前提供了一碟 油甘鱼鱼 这些酒店应该是很熟悉的 但是它有什么样 会不会 它的样子很像 我先试一下 我先试一下 我看它烧起 不同 是第二种鱼 因为它像 像鱼鱼那些 第二种鱼 虽然它烧快很像 这些鱼 好吃 已经很饱了 但是再准备一下 这个全鱼饮 一下机就吃了 完全没有鱼 整个人都清醒了 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整天想 什么时候可以再安装呢 真的很棒 埋单我相信都不会贵 每个东西都是400-500日圆 好 不埋单 待会报告给大家听 我们两个人吃 3600多日圆 将为加币应该是36元左右 在温哥华36元 我想Food哥吃两个粉 所以日本来吃东西真是很棒 很美味 一班人睡觉 大家好 我是阿叔 我何兆基 现在去旅行 还买电话卡 会不会太欧 走去深处 还要选择 不用了 现在先用eSIM 什么叫eSIM 即是有张电子的SIM卡 在你的手机里面 直接去到当地便可以用到 如何玩法 第一时间检查你的电话 是不是用到eSIM 怎样 用手机键盘打 星井 06井 便会出现一串 EID的电话 证明你的手机 多数都用到eSIM 而我便会选择 FeeRooming.com 进入网站里面 第一时间 当然选择我们熟悉的繁体中文 选择了 进入网站里面 有很多个地区 你想去日本 台湾 泰国 美国 选择你自己的地区 选择你自己的服务 选择你自己的服务 选择一张卡便完成了 而我便选择在帆架向去日本 好 进入去 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服务 有些是无限数据 有些是有限速的 阿叔我精打细算 当然选择你限足就够了 我便选择十几天 咦 松动点 我选择三十天 五G 应该也够了 我不会在那边上传片 那些东西 主要都是送信息 看看Instagram Facebook那些 应该够了 选择服务 咦 喂 十二个半而已 划用划用 再告诉你 那些东西 付钱之前 划用到最底 记得加上 这个 ad the underscore big underscore Ren 这就是TheBigRen IG的帳户 入这个代码 还要减一元 是不是有着手 按了便付钱 一按 咦 还可以付 Apple Pay Google Pay 信用卡 都可以的 是不是很方便 好了 付钱之后 你的email 就会收到QR Code 用手机 scan回QR Code 那你的eSIM 就会ACTIVATE ACTIVATE 需要大约一分至一分钟的时间 请稍后 过了这个工程之后 你手机里面 就会出现一个 见到eSIM profile 你改什么名字都可以的 TOKIO TRIP 什么都可以的 去到当地 按入eSIM profile 再按Data Roaming 你又长通无阻地上网了 但记住记住 你原居地的Data Roaming 记得要关掉它 否则付两次钱就不值得了 有什么问题 随时联络回 FreeRoaming 对你的customer service 会帮到你